你 卑鄙 無恥 你害我當叛徒 我現在是叛徒 被人唾棄的叛徒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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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你有没有是非观点 你知情不包括这窝草 我知情不包括这王法 你知道吗 你也认识 我拿在一起 我拿到一起 我拿到搗子 你拿不到 我拿到搗子 我拿到搗子 背的陪伴 你拿到搗子 我封键 你拿到搗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顧曉飛 滾 你幹嘛啊你 從我眼前消失 顧曉飛 我本來怕你內疚 我想告訴你 這個事不關你的事 沒講到你這麼混蛋你啊 我該怎麼做我自己心裡很清楚 用不著你來打好人 給我滾 顧曉飛 你給我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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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曉飛 你個騙子 沈宇 你說是老朱讓她當助理充電子 沒想到你們倆在一塊兒 先生給我解釋你 先生 先生您這房卡辦好了 你還還要嗎 你還還要嗎 我現在還比我滾 你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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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什么样子 组织性和纪律性它都去哪里了 中华女性的优良传动 它都去哪里了 这种情况它是不允许的 人气发展是对社会有危害的 不加约束是有分打凑的 野虾 这都是真的吗 你这么说根本就解释不透 你明白吗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老猪需要你激励吧 人家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 难不然还跟你学长啊 我也是这么说的吗 你明知道顾小薇是举仗义之旗 她就真的想刺激老猪爆发 方法暧昧的主观上是真没有 你还把顾小薇打远场 你又不跟他们讨生活 你至于这么卑贱吗 你看你现在这样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副卑微的嘴脸 特别让人看不起 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这样 我才杀了顾小薇的当 谢谢你啊 我用这么一个 剑走偏锋的计划来激励我 你说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呀我 我就光想着刺激你 也不想想砸场面的后果 对你有没有破坏力 挺好的啊 多数点事件来 至少能让我不被人遗忘 你骂我两句行吗 你这个样子我就更难受了 难受的应该是我 是我 让你担忧了 老朱 我们打这个共识好不好 小薇 年轻人有年轻的优势 我有我的套路 乱仗打出乱心态 我现在真的发现了 我全职局的心态 从头到尾都是混乱的 我是觉得你在衰退 我很难受 我看见华伟林 她变得满脸是快 我也很难受 我都分不清楚哪个难受 更多一点 对你好像是撒泼 对她却是心酸 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想帮谁了 小薇 每个人都是从简单变得复杂 又从复杂变回简单 好了 结果就开始了 哲学问题 我们回到那单口 好吗 老朱 一年多没有起色了 你真没压力啊 没有 所以你不用用 来 现在可有人议论你了啊 说你连女朋友都守不住 可真的是以回天乏处了 别说了 我已经告诉你 气质是不影响内涵的 您要是内涵都便示范 做人就彻底没原则了 我还真不敢担保 你能经得住顾小薇的诱惑 我都成猪板油啊 谁愿意勾引我呢 对不对 老猪瘦死的骆驼兵马道 更何况我连马都算不上 我压根就是一头 拉木的驴 谁愿意认了骆驼去牵驴呢 对不对 关键顾小薇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 吃这碗里的 总还要往锅里勾扯 不知名不知名 吃多了毁身材 不知道 你这么埋态自己有意思吗 特过瘾是吧 就算你是个做销售的 需要哄别人吃饭 你也不用这么埋态自己吧 这跟埋态谁都不合适嘛 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啊 别动 看来你现在这样子 油滑 财迷 小市民 好歹是个搞艺术出身的 你有点风骨也没有啊 我发现了 发现了吧 我真的发现了 娘子 你越来越有女性的光彩了 你啊 你让我去死算了 你买块豆腐让我撞死得了 豆腐可不死了 85 五五五五五位 我干嘛呢 我说我做法受邀的您信吗 这是怎么啦 挂了 为什么呀 谁知道跟谁这儿心理嘛 谁给挂了 肯定是那老二给他气瘦了呗 那这冲我好啊 这字 女儿啊 老婶 我给你们俩买了条鱼 你上人家去不小美 你冲我发什么呗呀 我冲你发呗了怎么发 沈元超 你别以为攒住点口粮 就得以对我要我喝溜的 我华建平不吃你这套 玩意儿 我好心好意买条鱼 你出我发什么呗你 我扔倒上喂猫 我也不喂你 往哪儿开啊 不张眼啊 华建平 顾进松 挺宽敞一车 就往这厂里鸡脚嘎啦里开啊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坐车来的 对吗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干部 对吗 看了吗 看了吗 啊 喂猫的 我今儿啊 我喂你 干嘛呢 好了好了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就这好人是否还被发骨贴 好歹他是厂里老人 好歹被厂子做过贡献的 每个月发点钱补个温饱这么难吗 企业性质变了 帮拼服的传统也丢了 我也是问问而已 给我等你边 等他回来 让老沈两口都给他吧 好的 不能一切只向钱看 我招谁惹谁了 安主 孟老师啊 闺蜜不在身边 已经很多年了 这场闹局的起因也在我 是我被别人戳到了痛处 才把他借给人家的 看着他一天一天地 变得俗不可耐 我又没有底气去骂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 共同的目标 才会变成这样的 才会走进了现实里 他在现实里打滚 把自己滚穿了一头驴 心理系张老师说 这女人都有塑造男人的 遇了 不过多半会因此而死 很惨 他的确挣了不少钱 离我的目标很近了 但是 我却越来越心慌 我经常拿出他上学时候的 照片来看对比他现在 我觉得好陌生啊 我却越来越长了 也不会是 我还没上学 我还没上学 你怎么会 那你爸 那你爸 你爸 你爸 我爸 我爸 你爸 你爸 我爸 你爸 你爸 我爸 你爸 他 那关键是她走近了 不再有一点点距离了 对吗 那我该怎么办 五姐 来 喝茶啊 茶不好 请多担待啊 你 这装修呢 有点想买家具的是吗 没有 没有 我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就是解决不了 这个素质局限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来 喝茶 我算是明白韦玲随谁了 你想找事吧 她却亲你 弄得你油火都没脸发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到这儿来追杀她了 没 没 没 我等她下班 顺便看看你这 陪着她的土壤 总总 正好在这附近办事 就等你下班呗 等我一下 昆明那家客户搞定 明天上五千合同 真的 刁蛮公主你都搞定了 没献身吧你 开个玩笑 你不知道那家公司 跟老板是个女的事特别多 谁都搞不定 所以我们只能派那个韦玲出去了 韦玲不是善于那个沟通吗 是吗 所以这事儿就成了 正好 那今天女朋友也在 那我请你们俩吃饭吧 好 你快吃饭吧 行 你这还得治个天酒呢 敬你呀 怎么那么努力 就省 她爱喝 就让她喝呗 你还管 来来 我陪着 我陪着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儿子咱也通过一遍 你知道什么 这通通就是要发飙的节奏 卫玲 你到底有没有给那个 刁蛮公主献身啊 你看 当然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关系 为了家庭 为了事业 你都献身了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放心吧 我觉得手生如玉 董总 找刘 别来了 阿姨 先走吧 好 不好意思 卫玲啊 这个呢 是五千块钱啊 这是额外的奖金 别告诉公司别的人啊 你早说呀 我包都没带啊 我带了 那 沈亿 你赶紧收起来啊 慢慢的 我先装包里了啊 装 装装不好看 吃吃吃 我们家尾明就是挺能干的 没错 公司现在全涨了她呢 是款 是款 还嫌弃别人是是款的 你不一样吗 不是来发飙的吗 五千块钱就把你打倒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追求优秀 后台的你 难看的 明明是对她不耐烦了 结果却把自己弄成了自残 自残是想让她感动 结果却是感动了自己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要辞职 我既然可以在你朋友的公司里面 干得不错 就也可以帮到你 我的忙你帮不上 老朱 那我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吧 我想拿到美国SYS公司的一级代理 但是要拿到代理资格 需要一千万我没钱 你怎么帮 我 那些投资公司一家一家去磕呗 没有钱SYS公司就不给代理资格 没有资格投资公司就不给钱 小薇 就算你把头磕破了也没用 因为现状压根就是个悖论 事帮不上 给你分担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嘛 那我再告诉你 逃离悖论其实很容易 让投资公司相信你能拿到资格 他们就给钱 或者让SYS公司相信你有钱 他们就给资格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只需要耐心 耐心到他们失去耐心 你说 一件容易到只需要耐心的事情 我会有压力吗 老朱 你快要坐吃山空了 怎么维持耐心 如果你没有压力的话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 为什么害怕 我丢掉这个每月四千五的职位 我的事情你不懂 与其作物为了担忧 还不如叫方庆宋 我给刘总打电话了 明天你依然会去上班 你怎么又来直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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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坏坏就不行啊 迷茫都写在你脸上 迷茫 曹操 当初你老婆跟你闹离婚的时候 是不是她嫌弃你了 你来中国很多年了 应该早就习惯把隐私当话题了吧 你怎么能不能够 因为我的道德却失 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那你说 因为不忍心 所以才去守着一个人 是不是伟大的有点悲催 你的老猪又吃饿你了的吧 你知道我的 我不是因为钱 才跟他走到一起的 可是为什么 因为他处在谷底 就会产生信任危机 就会在上市依靠感的同时 不耐烦了 说直白点 就是嫌弃他 你想听实话吗 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对他不够爱 美国SYS的代理资格 拿下了最难的一道看 买过去 静一下 恭喜啊 这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SYS的大型服务器系统 性能确实突出 而且稳定性 除类拔萃 前景肯定非常好 我眼光挺毒的 很早就订上了SYS 他们的研发团队就是一个巨 巨 是个巨宝 对不起 我现在可能思虑太重啊 这二次创业嘛 战略上的战术性责 很多事情 都要去想 现在才更知名 对吗 空手套白狼拿下了代理资格 可是投资公司并不像美国人那么单纯 他要见到一笔业绩之后才肯投钱 没有钱 你就没有团队 你就是一个很难被信任的皮包公司 这第一笔业绩这么创 看来你那些培训班教了你不少东西吗 不出业绩就得不到投资 很快代理资格也会被收回 而且会丧失了所有的信用 空手套白狼很传奇 但走不好就致命 对 那个SYS公司大型计算机的服务系统 最突出的一项就是 解决了长时间运行下硬件过热问题 大家都知道 硬件过热运行就会疲软 一旦疲软 一旦疲软 这个运行疲软 想说什么呀这 或许我应该换个词汇 对不起 我的脑子出现了一过性分离障碍 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就知道 我去避免你 你真的想忍不上 尤其是 这 Collins 你是不是 帮助 都给你帮助 买到大雅 ним手 再来 ceu 从 至于吗 紧张成这样 我 紧张吗 我不紧张啊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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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嗦成这样 我哆嗦了吧 我是激动 我把这次职位选拔 当成是一次战绩 我激动 再激动 吃完油条也得擦嘴吧 谢谢 谢谢 爱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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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人 都是什么动物啊 还郁闷呢 婚姻在一万块一万块的临近 内心却在一万张一万张的串落 套赐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是个什么状态 你就是个叙叙叨叨的小妇人 每天掰着手指 算进那点柴米油盐的日子 能不虚当过 对 可现在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言谈那边 倒多了几分中文系的尖酸刻薄 不准迫于生计 就开始矫情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了 你想没想过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空间呢 我就是想让他 又是谁 因为给了你这样的空间 让自己变得不堪了呢 是谁带到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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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들이要兵 pool 把小妃带收拾他们 带到我们回报 我检查的 伙伙伎 estou sa 他拿了这个两千块钱奖金 他坐车 就遭贼了 完了就搏动了就被捅了 韦玲不让我告诉你 让我跟你说 他出差了好养伤 可是我想来想去 这事不跟你说不合适 你千万不要着急啊 沈宇 医生 他怎么样啊 就是皮尤桑已经分合了 问题不大 没事 易森若没事 放心 我没事 好 好得很 韩玲你疯了吗 你要钱还是要命 为了两千块钱你至于吗你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为了钱你可以什么都不顾 你好歹是个学艺术的 你有点样子行不行 药草回家草行不 别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没事 没事 华为林 华为林 我现在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你怎么就沦落到这种境地了 你不是说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现在觉得顾小姑说得特别对 定型了就回不去了 你现在就定型了回不去了 你明白吗 同样受伤 人家见义勇为 跟歹徒搏斗 要好 为两千块钱挨刀子 就两千 捣风引血死不足息是吗 这钟总是怎么跟你渲染的呀 没那么凶险 你看看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问黎初在哪里 是啊 我们很需要钱 你为了业务 白酒当水喝 我很心疼 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挣钱 从面相到星星全部沦丧 从气质到尊严全部卖光 你明白吗 好 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是朝起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我是失望 对不起 你帮我吃吗 我改了 我 我真的改 我一定努力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 一身猪板油味 但我临时改行 我什么都不懂 那我就只能学呗 同事们什么路子 我就学着什么路子 关键是 挺管用的出业绩了 那我想着有效果 我就跟着走呗 不是不是 我也有够抵触的 有时候想一想 这副嘴脸还真的挺不堪的 那关键是能赚钱 别的路子我也什么都不会 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又说错 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改 老朱是榜药 我照着他前进 行步 行步 可不可 我 你去买水 等着我 好的 喂 叶霞 神雨 我真是担心死了 我现在拿徐杰 一点招都没有了 叶霞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岁月回不到过去 人也一样回不到过去 它不是泥胚子 你塑造不了它 就算它是泥胚子 塑造它的也是社会 是大环境 你我根本就做不到 人不是咱们自己选的吗 要不然你就后悔了 转头离开 要不然你就扛着呗 就算心里个硬了 你也得学着去习惯 习惯呢 一直变 一直变 无论变得好与坏 别难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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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的风暴谁又能预料 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老 说什么来生永远我们还会遇到 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 你没看了 你还不把你差吗 我还不把你差了 你还不把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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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把你差 你还不把你差 我还不把你差 你差 有什么 还不准你 里面 是你用自己的不堪话来的 范琳 一直都是我在对你提要求 你也对过我提个要求吧 多过分我都会满足你 我能不能 晒得太阳碎毁 趁着都要点累了 那些过往的誓言 早已随风远飘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逃 是我把爱想的太好 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逃 回忆撕裂或心头烧 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 我已无可救养 对不起 我就剩下谢谢了 你 什么意思啊 刘总说 你真的要减职 他看好你 他的企业不错 你以后别的乱提自称了 你以后别的乱提自称了 老朱 你是要跟我分手 SYS已经提出 如果再没有业绩 一个月之后 他们就拿回我的代理资格 小薇 我可能这次真的 无法同身在一起了 人为了 事业也为了 让你跟一个 毫无可取之初人在一起 对你不公平 老朱 我心里很清楚 我一直 都很清楚 如果我变得 碌碌无为 你会 不耐烦 小薇 不要因为 不忍心 去委屈自己 你还年轻 没有 老朱 我告诉你 你想赶我走 我们的人都没有 你并不爱我 小薇 那你就当我折磨好人游也 老婆 咱们商量商量行不 这食堂那么多菜 你别老盯着猪大厂行不行 你不是耗这口吗 谁跟你说我耗这口 杀猪菜是请客的套路 又不合我的口味 为什么 请记 亮档实惠 行啊 看到你的主板油味 只是浮于表面 办公甚是欣慰 行啊 谢谢 你想让我们 劝顾小卫离开你 主要是你 在很多事情上 你劝他比我劝管油 何必呢 卫林 你应该明白 小卫 在这件事情上 仗着 是不理智的 我还记得 我们刚交往的时候 他曾经 开过一个来想说 我不工作 你养我呀 我真的想 可是现在 未来 反倒让他 养个大叔 你们觉得 合适吗 但是我觉得 老初啊 顾小卫要没了你 肯定会在缺乏纪律约束的情况下 变本加厉地聊吧 我们家卫林 我们家卫林又总觉得欠他的 缺乏起码的自治能力 所以 当这个说客 对我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 狭隘了 但是呢 我跟顾小卫交战多年 说不上惊惊相惜吧 也算是越战越有感情 虽然我狭隘 但是我还是不想看他过的话 那你就什么意思了 他是我们中间最早有手气的 出门能打车 我一直都偷偷地羡慕他 他羡慕我有你 其实 就应该让我羡慕他 始终比我们有优越的生活 放 小卫 你不就是怕我落单了之后 勾引你们家卫林吗 有什么样装什么好人 你真的误会了 闭嘴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眉眼啊 要不是我今天难得发扬高风亮节 我能明知道你这样不识好人心 我还坐在这儿旅逗命迅狗吗 我就当你们俩是为我好 你们给我听着 还有你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谁都甭废话 我还就降上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 小卫 我们理智地来分析问题好吗 当初你前妻给我开到五百万我都没有同意 何况现在呢 我这儿را 婿少卫 老朱又没跟你谈买卖 行了 老朱你也别分析了 说实在的 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来劝他 卫林 听我说 我觉得你应该听我说 人一旦遇到的肯 就会畏缩 这都一样的 去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差点甩下神语就流之大气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回家我会出败 老朱你知道吗 为了在我跑路之后 让神语不会再来找我 我给他留了东西 记录的都是我当时的信息 全都是在为他找上 信哪 我怎么没收到 回家我剁手指 我临走的时候 我在我钱包里看到神语 偷偷给我塞的一千块钱 我当时真的 我真的扫到我都想去死了 你知道吗 什么为他好 什么不拖累他 全都是狗屁 全都是给自己找借口 给自己的懦弱 给自己的懦弱 畏缩 给自己不是个爷们找借口 从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是个男人 如果你是个男人 如果你是个男人 当女人没有说要走 当她没有说走 这个字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 不能 不应该说走 我一生猪板油味 你说她嫌不嫌弃 她烦不烦 她都嫌弃成这样 烦成这样 她都没有说走 为什么呢 因为她把我当自家人 她才会嫌弃成这样 还受起 老朱 你有什么资格说走 小薇 我们回家 爸 对不起 吵醒你了 是 有事 我有事求你 你 多大年纪了 四十万 小薇多大年纪 我们 还差挺多的 说准确数字 差多少岁 五十两 你们是男女朋友 爸 你要是不愿意帮忙 闭嘴 谁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 而且你还离过婚 你怎么就能舔着个脸 让一个比你小 十六岁的女孩子 做你的女朋友 你 好 顾叔叔 我没有孩子 但我依然能够充分理解 您作为一名父亲的心情 您担心我们俩如此巨大的年龄差异 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协调 况且我现在情况不及 连维持一个稳定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 您更担心的是 你女儿有一天会后悔 我真的想跟你证明什么 但对不起我证明不了 我要说对未来胸有成竹 那就是不负责任 我能做的 就是给你个保证 我保证会 为了你女儿没有后悔的那一天 尽我所能 你妈说你是过不去这个坎了才相信我 我觉着不应该是这个逻辑 我闺女 胆大妄为 胡作非为 在她那儿 在她那儿 什么坎儿算是坎儿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忽然给我来了封信 就几个祖 爸 生日快乐 小微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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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化为力 因为它可以点燃 但是绝做不到 让你润无戏无声地 享受温暖 散发温暖 我想这就是我女儿 跟你在一起的原因了 谢谢 谢谢 把你的名片给我一张吧 来 大人 这就是我女儿 真的 可真呢 这就是我女儿 怎么就这么重 我女儿 对 反正 对 有一点 我 没有 去吧 顾市长 您来了 这是给您的房卡 顾市长 我一接到您的电话呀 我就赶回来了 没耽误您的事吧 民主任 你这趟拆出的时间 是不是太长了点了 您可不知道啊 这宽带网建设后台设备的选择呀 可伤脑筋了 这又得要快啊 又得要稳定性好 我在生理这段期间呢 大大小小的品牌我都看过了 看得我吃毒血啊 正好这方面啊 给你认识个人 美国SYS公司一级总代理 他们的服务器性能如何 你去了解一下 好好 好 陈陈 就在这儿玩别跑远了啊 知道了 老爷 臭小子 听说跟林归才做生意的 是小薇的男朋友 你一个搞工会的 管这么宽啊 你们爷俩最近搞得挺热乎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光说人家顾晓威记仇 那你说你们娘俩现在谁记仇 搞不过了 就讨好人家 咱们俩约发三章好不好 孩子都大了 你别口不遮拦他 本来就是嘛 快门 老师 明白 怎么 我 你老师 要 祢 我 要 你 神 废话 这事是我督办的 你材料不送去你们厂长找我 不 华建平 你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呢 我一大狱出来的 大狱出来怎么了 大狱出来也不是知识分子了 混蛋逻辑 行 我今儿就把材料送过去 干不行 小师姐 怎么了这是 厄长的职位 他们没给我 为什么呀 这两个人说 厄长的职位 太低 去猜啊 没事啊 不哭 不哭啊 自家人还哭什么嘴里 不哭 没事啊 没事啊 不哭 没事啊 明朝 默默儿吓不着 默默儿吓不着 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妈看不起我 说我是工人大老粗 他们不是也没啥文化吗 可你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 我光荣 我家老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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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来 寻死 บ衬 无论 出馅 还知道 还没 fi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住面吧 这么晚都不知道要跟着鬼吵什么呀 长野漫漫 隔壁狼嚎 恍然间 又回到了我结婚的那阵 心里不尽伤感 我的女人 究竟是受到了何等的阻力 最终 弃我而去 呸祖陵 你媳妇找了一个比你好的跟上飞了 明月当空 偏叫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 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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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闹了